我觉得咱们两个整个的这一个关系 是从头建立在一个谎言上的 你还在那说谎言呢 你千万别跟我说谎言好吗 你就没有谎言 你就没欺骗过我吗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啊 你自己说 你当下所有人的面 你自己说 你那个高中朋友给你发的 现在是啥 我告诉你主持人 当时是他开车呢 然后那个 我在副驾驶坐着 他的那个女性朋友 给他打电话 我不知道他是开车 是不方便接呀 还是我当时在场 反正他当时他是密集 然后那个女人就发了三条信息 第一条是冰冰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第二条是冰冰 我好难受啊 第三条是冰冰 我好想你 来 你给我解着解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你 他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 异性朋友 我们两个是从高中开始 就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两个 从来都没有过 就是说进一步的想法 要不然也不可能 就这是你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永远都是普通朋友 但是你说 因为你就不要跟别人 我问你 普通朋友是不得有个限度 什么样叫限度啊 我们两个聊天 至少没赤裸道 像你跟你的朋友那样 互相发暧昧的表情这样吧 我那只是开一个玩笑好吗 为什么你 你要知道 90后的时间跟80后的时间 你根本就不懂好吗 大叔 我也差不多90后 我89年就差一年 我们之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都只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见面 你广说不跟他们接触 那你一天天天晚上 你自己喝酒喝到后半夜吗 你自己喝酒喝到一两点钟吗 我喝酒呢 人家见那感情 你懂吗 我喝酒很正常 不不不 他跟谁喝酒啊 在哪喝酒啊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承认 我确实是就是经常处于喝酒上酒吧 但是首先第一点是这样 我的我的职业是化妆室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 化妆室跟去酒吧有什么关系 有的时候我的顾客会要求拍夜景 拍完夜景大概也就是十点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化妆室跟摄影师也挺累的 然后就是我的那个咱们处境去放松放松 然后直接交流一下妆面上的技术 你们一喝就喝十瓶八瓶的 你之后怎么交流技术 十瓶八瓶 那我不是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吗 我上班已经挺累的了 你有多大压力啊 天天出去喝去啊 反正我刚才我就是这样的事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是 我承认我现在可能 就是说一个月三十天 我可能会出去喝二十天左右的酒 然后每次就最低可能不低于七八瓶酒 然后一样我也会愁 我承认这一点吧 是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九龙号 我只有二十一岁的这个年龄 我觉得我需要自由 在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就 肆无忌惮地去疯狂一把 不然这情况下再等几年 我就已经老了 我没有这个时间了 你一个月就疯狂二十多把 哪是一把呀 人家年轻 让你抓紧 但是你说我这些事情 我跟他说的这些事情 我也都是为了他好 也会为了他的身体着想 也是因为你说你可以疯狂 但是你在疯狂的同时 你现在已经有了另一半 虽然说你没有 咱们还没从同一个家庭 不是 就是至少你应该知道 有一个人在等你 那你的话 你就不应该每天都玩到那么晚 我并不是说 反对你出去喝酒或怎么样 我也从那个年龄过来的 我也知道 就是说这个年龄出去喝点啊 玩了点啊 很正常 但是你毕竟跟别人不一样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第二 我就是以前疯狂的时候 我也没这样 是 我承认我是有男朋友 首先第一点 咱俩现在结婚了吗 问你呢 结婚了吗 没有了 你有什么态度的资格 去管我呢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喜欢跟你结婚呢 你是我合法的管理人吗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是我男朋友 我承认这一点 我也在很好的跟你过日子吧 但是你说他就是 所有的事情 他就想就让我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 跟家庭主妇一样的 我现在我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去做到那样 因为我的年龄 平均的话呢 我觉得我应该 处于适当地去放松一下 我自己 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觉得你应该 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 对吧 对